嗨,大家好 我是台灣媳婦晉景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哦 嗨,大家好 我是晉景 今天呢 我想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台灣十幾年的一些感觸 這些事情呢 都是發生在我周遭朋友身上 所以 我感觸很深 台灣 這裡是一個自由的國度 很溫暖 很適合人類居住 但是呢 還是有一些些地方 我覺得可以更 更完美 對於我今天要說的這兩件事呢 我覺得 是台灣的刑法 針對這兩件事 真的太低了 例如呢 我的朋友 前段時間遇到的詐騙 那一般人呢 都是有貪念的 所以詐騙呢 它就是利用人們的這種 貪念 這種慾望 好 一步一步的 把你引入他的陷阱之中 那我朋友 前段時間就碰到這麼一個 就是 有人告訴他 好 這是一家正常的公司 你只要投資 你只要投資 好 多少 他每個月就可以給你回饋多少 好 那回饋沒有很高 所以呢 我朋友 他也不覺得 這是一種詐騙 因為他的利潤沒有非常的高 沒有高到很誇張 然後他還要繳稅 所以我的朋友就覺得說 這應該是一家很正常的公司 因為你要繳稅嘛 對不對 詐騙公司哪可能繳稅啊 所以呢 他就這樣子 一步一步的 走進了那個陷阱 在短短大概兩三年裡面 他 也不低吧 我記得一年的 他說是十幾% 十幾% 十二三%吧 對 但是也沒有誇張到那種 那算很高了 你定存才多少啊 一兩%而已 我是說 一年 我們有聽過更誇張的那種詐騙 那更誇張就行 對對對 這個相對來說 一年的利率 他可以回報大概十幾% 十幾%算很高了 是他自己不曉得好不好 對 所以他就不小心 這樣子走進了這個陷阱 大概短短兩三年 他們家 就是他也會把好康 對不對 報給出來的人知道 整個火啊 這樣 都 總理 然後他的朋友 還有很多朋友 都 都進去了 他身邊的人 因為他覺得 這是一個好的事情 對 好的投資 所以他就會跟他的親朋好友都說 對啊 傳銷也是這麼一個特性嘛 你只要告訴你的親朋好友 他們只要進來投了 你也會有所 什麼佣金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 通常這些人他就會很積極的去 去拉下線 拉下線 就是 跟他的 朋友 親戚 分享 這件事情 這是一個多麼好的投資 所以 據我所知 就短短兩三年裡面 大概就投了幾百萬 可能上至 上千萬 都有可能 但是 這種投資 就在 一夕之間 沒有了 公司就倒了 就說倒了 對 那你所有的辛苦錢 都化為烏有 他過不久 就說被抓了 對 那後來呢 他才發現說 原來 這一個老闆 公司的老闆 負責人 負責人 他之前就是詐騙犯 他之前就有用其他的方式 也是類似 不同的名目 就不同的產品 這樣子來跟你 跟民眾去詐騙 以前就是 所以說 他們都是慣犯 慣犯 因為他們太了解 這其中的利潤 他們也太了解這些刑法 因為台灣的刑法都太低了 對 台灣真的 對詐騙這個刑法 我個人 是覺得 真的 似乎太低了 那 他詐騙到的錢 通常 他不會留在自己身上 所以 基本上 他就算被抓 他的錢 早就洗到國外去了 你們也拿不到 對不對 早就洗到國外去了 所以說 他就算被抓了 被判刑了 你們要不要回來 好 首先 投資人拿不回他們的血汗錢 那第二點 他只要進去被關個幾年 出來 他一樣可以 再繼續詐騙 對不對 不光是繼續詐騙 好不好 他光那些錢 那些獲利 他下半輩子就不用抽了 對啊 因為 先把錢洗到國外去 對 所以說我覺得 這個 法律的部分 對於這些詐騙人 真的 判 判太低了 台灣的 所以這些詐騙集團 一而再 他們才會一而再 再而三的 繼續犯罪 因為他覺得 對他來說 對不對 太好賺了 他用幾年的自由 就可以 賺到 幾輩子 幾輩子都賺不到的錢 正常人 你可能花個幾輩子 你也賺不到的錢 所以台灣的那個 這個 我覺得是要 所以這真的是 很誇張 發生在我 好朋友身上真實的案例 我就會覺得 雖然 他本身也有錯 因為他貪心 他起了貪念 但是 這些詐騙集團 不是更可惡嗎 對不對 利用人性的弱點 達到自己 賺錢的目的 那 台灣這方面的刑法太低了 他又沒有受到 很重的罰則 所以說 我覺得這一點 台灣可以做得更好 還有一點 也是發生在我朋友身上 去年 我朋友他有個女兒 他就這麼一個女兒 辛辛苦苦把他養大 考進了大學 再過一年 就要大學畢業 結果 就在一天晚上 他騎車 要回家 被後面酒駕的人 撞上 過世 就這樣 一個青春年華的女孩子 就這樣 沒有了 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痛 只有你真正經歷過 你才能了解 看著朋友 哭紅的雙眼 我真的覺得 很心痛 我也 真的不敢想像 如果這種事情 發生在我身上 我是否能夠 承受得住 所以我個人覺得 台灣對於酒駕 刑法也是太低 真的 這個刑法也真的太過於低 這一點 我覺得 我的家鄉 對於這酒駕的刑法 反而是不錯的 大陸好像是 只要酒駕就是先關幾天 我們 我們對於酒駕 首先 駕照 你會被取消半年 然後 因為我們是有個積分制 每年有12分 每 你 犯了一個交通規則 要扣幾分 他有相應的那個 罰則 那酒駕的話 直接就是12分 都沒有了 然後半年內 你沒有駕照 再來比較嚴重的 你就會被拘留 10天到15天 不等 那更嚴重的 你如果累犯 你終身的駕照 都會被取消 你這輩子都沒有 都不會再有辦法 考到駕照 你連考的資格都沒有 所以說 反而在我的家鄉 這酒駕 是很少發生的事情 相對來說 對不對 那因為罰則重啊 所以你寧願說 花錢去請個代價 或者是說 不要開車 坐計程車 你知道今天吃飯 你要喝酒 那就坐計程車去 好 所以說 你有相對來說 重的法則 大家才會有那個怕的心理 我覺得先 如果酒駕先管一個月 大概 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就不敢了 真的 真的不能因為我們一時的快樂 一時的方便 去摧毀一個家庭 我覺得這真的是 台灣酒駕的累販也是超多的 對沒錯 我們在新聞上常常都看到 那些酒駕的人 已經很多次發送 很多都不是第一次 都很多次很多次 然後也沒有 也不會怎麼樣 特別一些他 可能經濟條件比較好的 那 就算不好了 他就會覺得 那幾萬塊 對不對 對他來說 沒差 好像酒駕最高 就罰個九萬 對不對 罰則的部分 除非你有 刑法的部分 不算 除非你有造勢 罰則 罰則的部分 好像最高就是九萬 那刑法就是看 法官判他 有沒有造勢啦 造勢會比較重 判他有期徒刑 多久 但是 全部這些 都可以一顆罰金 就不管 判他幾個月啊 還是一年啊 什麼 這些全部都可以 一顆罰金 所以等於說 他完全不用管 所以對於 經濟條件好的人來說 他會覺得沒差 我只要繳錢就好 應該要先關個錢 他完全沒有想到 那是一條生命 那是一個家庭 也許還不止一個家庭 你可能今天比較激動 因為發生在你的朋友身上 我每次在電視上面 看到酒駕 我真的 很多 酒駕過世的人 甚至是一個家裡面的 經濟支柱 唯一的經濟支柱 唯一的經濟支柱 你想想看 對他們家來說 這是一個多麼沉重的打擊 對不對 也許他還有 剛剛出生的寶寶 也許他有 生病 在床的父母 這些人 就在那麼一瞬間 因為你的一個小小的過失 就是 造成他們終身 無法彌補的傷害 所以我在這邊 真的希望 跟我有相同感受的朋友 我們來更 共同呼籲 希望台灣可以更美好 那我們這些 或族的部分 真的 需要去完善 需要去修改 畢竟我 接下來要生活的地方 是這塊土地 我的兒子 我的兒子 以後要生活的地方 也是這塊土地 所以我由衷的希望 這塊土地 可以變得更美好 好啦 今天就說到這裡 以上呢 所有的觀點 純粹是我個人的觀點 跟大家分享 喜歡我視頻的朋友 記得要訂閱 按讚 分享 要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子 你才能接受到 我芯片的資訊喔 記得要按讚 按讚在前面這裡喔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下次再聊 掰掰